荷兰有一位叫杨瑞恩的眼睛匠 那个时候古代叫眼睛匠 每天忙着磨镜片 大家知道过去的眼睛只有一片这样拿着的 对不对啊 有一天调皮的孩子 把磨好的镜片带到二楼去玩 有一个孩子把两个镜片叠起来看东西 他惊奇地大叫着 哎呀大家来看好奇怪呀 那么远的钟楼怎么跑到眼睛前面来了 孩子们轮流地看着惊动了杨瑞恩 听到孩子们的叫喊 他跑上楼拿过重叠的镜片一看 他顿时惊呆了 明明在远处的钟楼 怎么一下子会跑到眼睛前面来 孩子们的意外发现 引起了杨瑞恩的研究兴趣 经过不断的钻研改进 他发明了世界上第一个望眼镜 学佛也是这样 我们要善于发现人的善良和慈悲 我们人固有的本性当中包含着慈悲 只是我们没有发现他而已 用善良的本性修成高境界的佛性 这样当我们得知佛法之后 我们就会不停地去研究 去发现佛法的真谛 所以我们要珍惜博源 记住台长一句话 创造机会是个勇者 等待机会的人永远是个愚者 发现自己身上的毛病越早越好 因为你能消除业障改正缺点 修行就是要修去你自己身上错误的观念 人之所以痛苦 就是在追求错误的东西 如果你不追求 不给自己烦恼 没有一个人会逼着你来烦恼的 别人永远不会给你烦恼 烦恼来自于你内心的放不下 中国传统文化讲 富为不争 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啊 就是说 如果你不去跟别人争 跟别人去斗 在这个天下 没有一个人会跟你争斗 实际上不争啊 就是一种佛的境界 感谢 感谢观看